記得把劣號11的部分按F4 這樣的話呢 它就不會增加劣號了 不過嚴格講起來啦 你F4其實按兩下才是正確 為什麼? 因為你向下填滿的時候 藍號不會改變 那你鎖藍其實沒什麼作用 特別最後這個觀念一定要有 主要是鎖裂 這個意思就是說 我向下填滿的時候 這個11永遠是11 不會變12不會變13 加這個應該有印象 應該知道這個鎖定的作用在哪裡 當然比較精確是這樣 比較精確是這樣 這個也很重要 因為後面還會講到 如何鎖籃如何鎖裂 因為如果鎖籃鎖裂你搞不清楚的話 恐怕很多事情你做不出來 像我們後面有個範例叫99乘法表 之前的同學問過 99乘法表你怎麼向下向右 一次就做完了 你不需要說 慢慢慢慢去把表格做出來 那這個重要的觀念就是在那個 藍列 就是藍列的鎖定 什麼時候鎖籃 什麼時候鎖裂 那其實最重要的觀念就是說 因為向下填滿的時候 它會幫你去把裂號增加 如果你加一個潛能符號的話 它就不會增加了 那如果你向右填滿的時候 向右有沒有 是藍號增加 比如你向右D就變成E變成F 如果你前面加一個潛能符號的話 它也不會增加 那用在什麼時機點上面呢 就是你指定的那個儲存格位置 不能動 那你就一定要把它縮掉 不然你一動 奇怪本來在11列的 結果它變成12列13列 那就抓不到正確的資料了吧 OK 打勾一下 那把它向下填滿 這個部分就算出來 它的總成績 但這個方法的話 其實還有點麻煩 有沒有什麼快點的方法 備注裡面 你插入函數 記得用那個數學 與三角函數這個類別 往下找 找到SUM開頭 SUM裡面的話 有SUM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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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product 它是什麼 SUM 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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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M 這個算這個 不過有些我是沒什麼機會用到 如果你們有興趣自己玩玩看 那用法其實反正 它上面都有跟你講說到底要給它什麼 它會給你什麼 傳回引數的平方核 那給它什麼呢 給它的是數字陣列名稱 反正有需要你就給它用一下 因為什麼平方核 平方的核嘛對不對 那如果你有需要平方加總的部分的話 也可以試試看 如果沒有反正用公式也可以帶出來 不過函數一定會比用公式來的精簡 我們是一個公式嘛 我們先用三波大 傳回多個陣列或範圍 Крас 平方 囉 這邊